為大家報道七咸市的地產情況 七咸市位於大多倫多市的西邊 即是大多市一路向西 經過Missasaka再去Waterloo再去 那就是七咸了 七咸再向西走 就會去到底特律市 即是去到美國邊界 七咸是一個很小的城市 它的盤不是那麼多 就由6月1號開始 看看今天賣了多少個 一共賣了6個 那價錢方面呢 一間最小的平房屋 兩睡房一廁所 叫價三十一萬五 成交價二十七萬一 接著另一間呢 就五睡房的 兩層的獨立屋 叫價三十八萬九 就以二十七萬五成交 接著一條就是在M街 ELM M街東 叫價二十九萬九 賣二十八萬六 也是兩睡房一個廁所的平房屋 很多這樣的屋子 兩睡房一個廁所的平房屋 佔很多很多很多的 那麼 大概是一千尺 或者九百尺 實用面積 那 接著呢 有一間在 Tilton Link 叫價十九萬九 就是一間平房屋來的 十九萬九 是Cottage來的 售價三十二萬五 因為它的地段很大的 接著是Muray街 那條大街叫Muray 叫價呢 就是二十九萬九 就賣了三十七萬五 有三睡房兩個洗手間 那基本上呢 我看一下它的統計學 好 那這裡一共期間呢 就賣了六間 平均叫價三十一萬七 平均售價三十一萬九 那售價是比叫價高出六% 但是呢 銷售的日數呢 就要用二十三日 那就是它不是那麽 它不是那麽 那麽 Turnover 不是那麽快的 好 多謝收睇 歡迎訂閱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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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